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其他的签证身份要转成学生身份呢 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要判定几个月 如果说要快呢 也可以离开美国出境去签这个F签证 一般来说 如果学校比较正规 个人呢 有足够的资金 转换这个身份呢 又不太难 第二种呢 那如果你已经有这个工作的机会啊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 比如说销售 比如说护理 比如说文员等等这些工作 不一定要是H1B的那种专业工作 那你在美国有工作 想继续待下来 只是需要一个工作许可 怎么办呢 你也可以考虑呢 用这签证来工作 有一些那种文化交流机构 Cultural Exchange Agency 他们支持可以发DS2019表和你的雇主来协调为你取得这签证 另外也有相关的视频 我也有这样的周围的朋友 比如说呢 我们法学院的同学毕业的时候 也需要签证抽签 没有抽到 怎么办呢 去了一个很大的律所 律所也帮助安排的和这个文化交流机构协调拿到了这签证 这个呢 是第二种办法 第三种办法呢 如果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或者说离职了以后呢 又找到了新的工作 当然了 可以申请新的H签证或者O签证 如果是公司里的H签证嘛 需要筹签 O签证不用筹签 但对个人资质有更多的要求 对职位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是大学研究机构的H签证呢 可以不用筹签 这是第三种办法 第四种呢 可以结婚 如果你的配偶在美国有有效的签证身份 可以办这个家属的签证 比如说配偶有H1B L1 O1 F1 J1 都可以办对应的 H4 L2 O3 J2 F2 等等 如果配偶是美国利卡持有人呢 那么现在呢 我们大家知道排期时间比较短 配偶为你交了130 那你过不多久就可以交485 然后485交了以后嘛 就可以留在美国 然后如果配偶是美国公民呢 申请利卡不用排期 如果配偶是出生在中国大陆和印度以外呢 需要这个利卡申请也可以很快的交485 没有排期 解决身份问题的一个办法 这是第四种 最后第五种呢 也可以申请其他的国籍 然后呢 申请意义签证 这个比如说呢 大家知道现在中国投资移民 排期很久 十几年 最近有的人不希望一直这么等 尤其是孩子想到美国来上学 怎么办呢 比如说出钱办了格林纳达 或者是哥斯达利加 等等国家的护照 然后有了这个国籍以后呢 可以申请意义签证 可以早到美国来 那么类似的呢 比如在美国的留学生 如果说自己啊 或者父母有这个资金 也可以这样办 有的加勒比海啊 等等其他的国家 这个国籍比较好拿 那你拿了这个国籍以后呢 就有可能在美国办一签证 中国的国籍呢 现在不能办签证 其他有一些国家可以 具体哪一些国家呢 简单介绍一下 一签证分成一 一二三 E1呢 商人的 E2签证呢 是给投资者的 E3签证呢 有点类似TN和H1B 是更多的人可以申请的 工作签证 但是呢 目前仅限于有澳大利亚国籍的 那么E1和E2呢 有一些加勒比海岛国 还有哪些国家呢 有文莱 加拿大 中国台湾 哥斯大利加 捷克 法国 德国 英国 西班牙 希腊 我们知道有很多中国的人办希腊移民的 格林纳达 这个也不少 还有巴拿马 爱尔兰 也有一些人办爱尔兰移民的 亚麦加 日本 有一些人可能有日本或者韩国的国籍 墨西哥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泰国 乌克兰 也有移民到那里的 有的是E1 有的是E2 反正呢 以上的国家都有机会 另外呢 还有澳大利亚和西西兰 澳大利亚呢 尤其特殊一点 以后我们还会讲到 那么怎么办理呢 不管是E1 12 13 你都可以填写I129表 和H1B啊 O1等等填的是同一个表 E1呢 是经商 E2是投资 还有一种E3 可以串币有一点像 你也要交LCA 但是不用抽签 这一点呢 有类似加拿大 墨西哥公民拿着TN签证 然后这个工作呢 还需要是专业工作 一般来说 大学本科以上做的工作 这个签证呢 两年有效 可以一直延期下去 没有限制 也可以有移民倾向 可以搬绿卡 但是唯一的遗憾呢 是目前指对于有澳大利亚国籍的人开放 那么将来呢 有可能会加上有爱尔兰国籍 西西兰国籍的人 这两个国家总人口加起来 还没有中国一年的高考人数多 所以呢 相应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不用抽签 以上呢 是讲的 但美国身份要过期了 可以有五种解决办法 当然了 也可以暂时回到中国 过后再来 我们也有相当的客户是这样的 过后呢 在美国又有了合适的工作机会 重新用签证回到美国 完成了绿卡步骤 也是可以的 现在呢 毕竟算是全球化的时间 时代人员流动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的客户呢 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回顾一下呢 我们这个视频呢 题目是 在美国身份要过期了怎么办 五种解决办法 在目前和将来吧 遇到这种问题的人呢 那总数肯定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官媒 有这个留学的警告啊 观念嘛 人各有志啊 这就算了 但是数字嘛 按说呢 应该是统一的 是真实的 是同一份啊 但是这个数字怎么解读 是吧 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有更好的智慧和分析 比如说有的说 美国发给中国学生的学生签证啊 F签证数量前些年很多 后来减少了 那显示呢 这个对留学生有不欢迎 因为F签证五年有效 是从2014年底才实行的 那后来呢 越来越多的人拿到了五年有效的签证 他当然不用就再重复去签证了 那么发放的签证数量当然也就少了 那有一些媒体喜欢搞那些就是说似是而非的东西 数字本身在那里 但是呢 解读方法不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在这里也说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